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一下上一周出的一些习题了啊 上一周这个出的习题呢 主要是考量大家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点的综合 有一道大题,三道小题 我现在就来逐一讲解 我们呢,以知字符串AR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包含大写,小写和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第一道题是说将它的大写改为小写 小写改为大写 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一个内置方法 这个内置方法呢,就是如下所示啊 有些时候啊,大家考虑要解决一个方案的时候 先不要想的就是啊,要把它拆分啊 要把它变成这样那样 先考虑的是内置方法有没有 利用内置方法解决问题无疑是性能最好,最快速,也是最聪明的啊 因为python还是要讲究一个偷懒 要示意的偷懒 能少写就少写啊 然后我们进行第二道题了 第二道题呢,是讲将这个a的字符串的数字 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再输出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这里面有一些数字嘛 如果要取出来的话 那我们又得用到一个内置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就是字符串的啊 我们来看一看 例如说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纯数字啊 它这个纯数字呢 它是个字符串嘛 如果我们要判断它是否里面包含的全部都是数字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ETH 然后呢 如果是纯数字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tue 如果呢 我换一个 再看看它是不是纯数字呢 它就会返回一个force 既然知道这个原理以后呢 我们要去将它取出来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里面呢 这个a呢 它是个字符串嘛 我们把它的每一项都拿出来 如果是数字 我们就把它塞到一个新的list里面去 而后呢 将这个list完整了以后啊 再把它用一个字符串的jong的一个拼接方式 给它拼接出来 这样的话 大家就出来了 我们在这边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数字给取出来了啊 这个列表推导呢 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这里我再讲一次 然后下面的列表推导 我就不再讲了啊 就直接讲原理 就不讲这个 为什么列表推导里面是什么意思了啊 这里面呢 有一个列表推导 我们把它拿出来 其实呢 它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呢 也就是最外面的这两个方括号啊 我们生成一个list的 而后呢 我们呢 for s啊 in a 也就是我们后面的一步 先看后面的for啊 然后呢 再把这个一步 拿出来 像我们的列表推导 先看外面 也就是这个方括号 然后呢 再看for的 右面 再看for的左面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了解 列表推导 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执行方式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讲 第三题呢 就是说总结出 每一个字母啊 每一个字母出现的一个次数 这里面呢 出现的次数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内置的方法 也就是cult 来给大家做个例子啊 例如说 我们有一个 a b c a a a 然后呢 我们要去看它出现的次数呢 比如说a的出现的次数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找到 它出现了四次 这个也是内置方法啊 那接下来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出现次数 怎么去统计 那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嘛 首先我们 要将它呢 应用到一个set 一个集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 为同一个字母 去重复的计算嘛 这样首先性能就不好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将它做出了一个集合 在d归这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字母 去查找这每一个字母呢 在原字符串里面出现的次数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字典了 这个字典呢 其实分为了两部分啊 就是这个后面的dict 首先当然是最外围的dict了 这个我们先不考虑 而是我们最下面的这个列表推导啊 首先我们生成了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 前面有两项嘛 一个是a点靠的x 这就是计算了每一个 在这个字符串里面的字符 出现的次数 而前面这一个呢 这代表了它的一个字符 这样的话就生成了一个原主了 我们看这个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我们拿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它列表推导里面的 我们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list 这个list它的第一个键 则代表了该字符串里面的一个字符 然后后面一个键呢 则代表了该字符串的字符 在字符串里面出现的次数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对应了 我们用原主把它包含起来 而后呢 生成了一个这样的list以后呢 因为它是符合 dict的一个转换规律的 所以我们在它的外面 用dict的将它去转成一个字符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根据原主和dict的 互相转换的规律来转换成字符了 比如说在原主的第0个位置 它就会变成下面的字符里面的键 而原主里面的第一个位置呢 则会转换成下面字符里面的值 按照这个规律呢 就可以生成字符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三道题也就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道题 第四道题的话我先逐一加上注释啊 因为我这个写的比较快 所以说也没写什么注释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的第一步呢 是先将它转换成list的 为什么要转换成list的呢 因为转换成list的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list的进行一个去从 去从以后再转换回list 然后呢第三步呢 则是对去从以后的list进行原先的排序 而后呢 凭借字符串 这里面有几个知识点 我们就把它复制过来 逐一的讲解啊 我们先看看第一步 这一步呢 转换成list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中文嘛 所以我们现在又得加上一个注释 我们输出一下它 大家可以的 我们这边呢 如果用list的转换方法 则会把字符串的每一个字符 转换成list里面的每一个单位 接下来呢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 set的方法啊 它其实呢 它是一个去从的方法 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把这里面的 东西给分解一下 直接看它的set 它呢 比如说像我们原来的这个字符串里面嘛 有好几个a啊 但是呢 用了set方法以后 因为set它是不允许重复的嘛 它里面的值的话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set以后 则将它变成了一个 无序的 不重复的 一个集合了 而后呢 我们再将它转换为list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set啊 这个集合 它是无序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不可排序的 它像字典一样 字典和集合都具有这种属性 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将它转换为list的 我们来看一看 转换为list的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排序了 因为我们是要按原样输出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原来的顺序找回来 所以呢 我们这边啊 就得用一个sort的方法 sort的方法呢 有一个非常简便的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先生成了一个list的嘛 这里面呢 就有存储了我们的排序方式 我们直接把这个king呢 就按照原来的排序方式去排序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初的顺序了 按照我们最初的顺序的话 s本来可以放在前面的嘛 大家这里可以看到 就排序回来了 排序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它了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位啊 也就出现了一个一次 而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五题 请将A字符串反转并输出 反转就是倒着来嘛 倒着来的话呢 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这个A啊 先变成一个例子的嘛 然后再将它sort一下 排下去 把那个reverse呢 改为一个true 它就会自动的给它倒过来了 倒过来以后 再将它凭借成一个字符串 在字符串里面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布径啊 用布径就这个东西 来非常方便快捷的 来找到一个 它的一个反转以后的字符串 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当它为负一 当它的布径为负一的时候呢 则告诉程序 说哎 我是要反转它了 大家这可以记住啊 那种普通的方法的话 相信有些同学都会使用 我这边就介绍一个 比较有趣的方法 就是利用布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这道题呢 可能稍微会有点困难啊 因为它要你去不忽略大小写 并且呢 还加你这个大小写啊 还要有个排序 这个东西的话哈 一般碰到 当你的思路不能直接的去解决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去写尾代码 尾代码的话呢 可以用你所了解的任何方式 包括用中文 比如说 它说了这边 首先是要有一个 ABCD这样的排序 然后呢 还要有一个大小写的排序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下围代码呢 它的条件一 要有小写字母从A到Z的排序 然后第二 大写相同的 大小写不同 但相同的字母啊 语意相同的字母 但值相同的字母 大写 在小写的前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出来了 首先呢 我们可以将它转换为实际的代码的时候呢 就可以先将它 先把这个小写字母啊 先排一遍去 然后呢 我们呢 再把这个大写字母呢 插入到小写字母前面 这样的话 就不形成了一个 它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了嘛 所以说有些时候 当你们碰到一个需求的时候呢 尽量的先考虑如何去分解它 分解以后再进行操作 下面这个代码呢 就是用了一个 上面尾代码里面的一个实现思路 当然实现这个的思路还有很多 我就选用一种最简单的 也是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了 首先呢 我们给它排一个序 我们来看一看它排序的结果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方法 sorted 它排序以后呢 假设使用了这个sorted的方法以后 它排序呢 会排序出来一个list 这个list呢 是以先是数字的从小到大 然后呢 是大小写的从小到大 接下来呢 是这个小写字母的 从小到大 然后我们定义两个这个大小写的一个list 方便之后添加 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迭代 刚刚我们排过序以后生成的这个有顺序的list 将它呢 把大写放到一个list里面 把小写放到一个list里面 之后呢 我们就来迭代这个大写的list 迭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找 找我们这个大写的list 它的小写是否啊 是否在它的这个小写的list里面有的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用inset的方法啊 就直接把它插到前面去 之后呢 我再直接组装一出来 组装成一个str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需求就解决了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大小写在a前面啊 大写的a在小写的a前面 大写的d也在小写的d前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需求就比较圆满的解决了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根据需求的话 拆分出两个list 将这两个list呢 一个存大写的 一个存小写的 然后啊 我们从大写的历史里面呢 去找 这里可以看到啊 就是迭代大写的历史的 去找到这个每一个大写字母呢 是否有同样的小写字母 如果有小写字母 我们就插进去 这样的话 我最后这个a lower list呢 其实就存了 大小写的一个顺序的list了 存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它重新组装成一个str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1.7题啊 这个1.7题的话 其实实验方法都有很多 像我们这边出的大部分题目 都有n种实验方法 这里的话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搞怪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依然是利用了我们的set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一个set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比如我们有一个list的 对吧 1234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1234啊 然后呢 我们将它转换成一个集合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已经是个集合了 接下来呢 我要往里面添加元素 比如说添加一个新的list 假设我添加的这个元素呢 这个list的里面呢 它是在这个原来的集合里面没有的 那它呢 肯定就会新增吧 那它的这个容量肯定也会加多 所以对不对 但是呢 假设呢 我添加的是 有的 原来就有过这个单位 所以说呢 它就不会让你添加进去嘛 所以说它的集合呢 就依然是原来的了 我这道题的解法呢 其实也就是根据了这个原理 首先我将这个boy啊 这个boy先将它转变成一个list 同样的将这个字符串呢 也转换为一个集合 然后呢 我用集合去更新 我这个seach里面的这个boy 这个boy的list 如果 假设说我们的字符串里面 本来就有boy这三个字母的话 那它update的时候 那肯定update进去 就不能update进去了 对不对 因为它原来就有了嘛 集合不能让你重复 但如果里面有一个字母没有的话 那它的肯定要新增 新增了以后的话 它的集合的总数肯定也要变的 所以我这边就给了它的一个运算符 来判断它变之前和变以后啊 是相等的 如果是相等的呢 则代表这个boy里面 所有的字母都出现在过这个字母里面 如果它不是相等的 那它则会反为force 这边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到这边是force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o啊 o是o和y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换一换 这边假设是只有一个字母的话 那肯定是tue 然后我们来把它试一下 这个依然反为是tue的啊 因为这个里面之前都全部出现过了 我们把它变长一点 这依然也是变为tue的 如果这个东西呢 用迭代来做的话 那假设这个seach里面越来越长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性能的损失嘛 所以说用这个方法 在某些时候还是比较有趣的 接下来的1.8题呢 和上面题目是很类似的 只不过呢 它变成了四个了 这个时候 我们呢 首先 先不要考量着啊 就直接就是往里面塞了 判断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seach啊 新增的这四个单词里面 是否有相同的 我们可以先将它给驱从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每一次去重复了嘛 我们只要找到这里面说 共有的字母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去做前面的方法的话呢 也会省很多步骤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考量大家的一个解题逻辑 就是说你很多时候的话 你碰到一些看起来很多手 先不要想着去迭代 去穷局 很多时候先考虑怎么去利用 怎么去把它归纳一下 归纳以后的话 写代码也其实很快的啊 第一点九题呢 这一题的话 其实在上面有过 类似的啊 就是说输出一个dict 来把每一个字母出现的频率给它拿出来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解答呢 就不需要将它转换成dict了 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复杂 我们依然是将它生成一个 包含了原主单位的list 这边我们来可以看一看 这个list呢 依然是它的第零个键啊 第零个键的话是它的这个字母 而第一个键呢 则是这个字母出现的一个个数 出现了多少次 然后呢 我们就利用一个sort方法 这个sort方法之前我有讲过 就是说 它可以用一个key 这个可选项 我们在这个输出里面的话 每一个原主不是有两个键吗 我们呢可以直接指定是拿第一个键去做排序 还是第二个键去做排序 那我们的可以直接用它的后面的总数嘛 因为我们说出现频率最高 那我们排序了以后从高到低 那我们直接选第一个 也就是最大的 它里面的字母是什么就不好了吗 是不是 那我们这边就给它做一个排序 排序的话呢 这里面有两个可选项 第一个可选项呢 则代表是要选中了我们这个原主里面的第一个键做排序 第一个key 然后呢我们再用reverse reverse就是说从大到小嘛 因为默认的排序是从小到大 我们就reverse一下 然后我们看它输出的 输出以后呢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因为我们是按照原主的这个第一个键 也就是每一个字母出现的总数做排序 现在排序出来的呢 则可以看到最高的是谁了 最高的话 那肯定就是s 这个s怎么拿出来呢 则是像历史的常用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l0 l0则选择了第一个原主 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0 找到这个原主的第0一个游标 这样的话则可以输出它这个字母了 第二道大题 输入import this以后出现的文档 这个import this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来得到它 也就是python 在命令行里面输入python 杠 m this中间用空格来分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类似于import this 类似于我们在这个程序文件里面写import this 然后呢我们既然可以在命令行里面得到这个文档 那我们直接在程序里面把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拿的方法呢 我们要引用一个模块 就是叫做os的一个模块 os的模块呢 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程序当中执行这个命令行 执行以后呢 我们用read的方法 接着呢 就可以把这个它的输出存储到我们程序里面的一个变量里 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这个文档变量 将它去掉它的回车 因为回车符的话 有些时候会将你的这个语意混淆嘛 比如说可能我在最后一个单词 是就刚好是b或者说是ese 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里面有多余的符号 我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再将它变成一个list 利用空格 毕竟单词的分格的话 就必须是要是空格的嘛 我们用空格的话呢 就可以把每一个单词都找出来 接着的话 方法也就和之前是一样的了 我们利用字符串的code方法 找到这个code方法的 以后呢 我们可以统计出每一个单词的出现频率 接下来就直接将它用列表推导给组合起来 再输出就OK了 接下来呢 是我之前讲过的一道题 这道题呢 一文件的字节数 这些字节数如果我们要换算成kp的话 就是除以1024嘛 如果我们再换算成兆的话呢 那就是再除个1024嘛 这个的话就可以用一个位移 右位移 然后呢 如果是你要换算成kp呢 就直接用一个右位移10 如果换成成mb呢 则是右位移20 这个是一个通过灵活的运用位移 来快速的得到它的一个大小的方法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一次出这道题是看看大家有没有做课堂笔记啊 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是会用去这个除法 这样的话我们之前讲的课就白费了啊 最后一道题 这道题呢 其实也是我们之前有过讲的啊 然后当时我们群里面呢 有同学介绍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性能非常好 当然不是我现在写的 是一个这样的方法 用了一个布进 然后呢 它可以直接的得到我们的list转换为字符串以后的值 这个方法呢 其实首先我们是将这个list转换成一个字符串嘛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这个list转换成字符串以后是什么样子啊 大家可以看到还真是原封不动啊 这里面全部都是这个list的原番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呢 取它 把它的这个方括号给去掉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样呢 则回到了一个最开始的 有逗号的字符串的值了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使用布进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假设没有后面这个10 14 17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是很完美的 把这个字符串啊 给拼接出来了 而且这个性能也是最好的 是我们群里同学给介绍的啊 就算它后面跟了多少个个位数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这边看一看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假设呢 这个历史的里面 有这个 二位数 二位数以上的话 这样的话就没有用了 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它这个布进了 在它进入二位数以后 就不会协调统一了 所以呢 这边还是用了一个老办法 也就是说呢 一来是将它转换为字符串 然后把它的方括号去掉 接下来呢 再把它的分隔的这个逗号 也就是 我们这个 转换过来的字符串 中间这些逗号呢 给它replace掉 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几位数都可以圆满的解决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 答一课 然后呢 今天的作业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我当然会先把这个 视频发出去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答案呢 还是暂时不会发出去的 也希望大家呢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啊 再重新写一次这些题目 希望能就是说 写的时候基本上都不需要去 太去想了 就能很快的把这个思路 实现成代码 然后的话 大家再把这个代码呢 再交上来 交上来的时候呢 再统计一下自己 这一次做用了多久 然后还有哪些问题 觉得自己 还是有点磕磕碰碰的 跟我总结一下啊 然后的话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哪些东西需要再讲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